以下短片介绍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 与它所涵盖的学生资助计划 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表格 是一份以家庭为单位的申请表格 有经济需要的家庭 只要填妥一份表格 就可以为同一家庭内的子女 向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 职职学处核下的学生资助处 职学资助申请多项学前程度 以及中小学程度的学生资助 大家知不知道各项资助计划提供什么资助 申请资格和程序又是怎样 以下将为大家逐一介绍 为方便大家这套短片分为几个章节 除了顺章节次序观看短片外 你也可以选取个别章节 直接跳到那里去看 我们先由学前学生资助讲起 幼稚园学童的父母 可为子女申请幼稚园及幼儿中心 学费减免计划 与幼稚园学生就学开支津贴 前者以学费减免方式提供资助 而后者则提供就学开支津贴 以支付学童的幼稚园教育和学习开支 幼稚园学童要在教育局注册 并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园 就读幼儿班K1、低班K2或高班K3 并在入学年度的8月31日 年满两岁八个月 另外0至3岁学童 如果在社会福利处核下的 注册幼儿中心接受全日制托管服务 父母可以申请学费减免 但就学开支津贴就不适用 学资署亦有提供多项为中小学生而设的学生资助计划 第一项是学校书保津贴计划 这项计划向就读于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岸位津贴学校 和直接资助计划下的本地学校 而有经济需要的小一至中落学生提供津贴 以支付必须的书保费用和习项就学开支 第二项是学生车船津贴计划 这项计划是为就读于各中小学校 或在认可的院校修读全日制至学试学委课程 居住地点和学校距离超越10分钟步行时间 和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学 而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提供车船津贴 第三项是上网废津贴计划 计划目的是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学程度教育 或修读全日制艺进文憑课程 或职业训练局全日制相关课程 而有经济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贴 以至父子女家居上网学习费用 例如有固定或流动电信服务型版商提供的宽频上网服务 或流动数据卡的费用 津贴发放以家庭回单位 合资格的家庭不论有多少名子女 将获发以家庭为单位的定颜现金津贴 另外 周读毅进文憑课程的全日制或兼独制学员 以及年满17岁 修读由教育稿委托在指定中心开办 并有质素保证的夜间中学课程的学员 有需要的家庭可为他们申请学费发还 学员于符合资格在学年结束后可获发还30%、50%或100%以缴付学费 毅进文憑学员要获得院校确认他们成功收笔科目 而指定夜间成人教育课程的学员 就要得到认可办学机构确认他们 在有关学期符合指定出席率或其他有关要求 我们将由申请学生和申请人两方面 介绍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的申请资格 申请学生必须是未分的香港居民 拥有香港居留权、入境权 或不附带任何逗留条件 但逗留期限随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许可 只持有旅游签证、商情通行证、学生签证 父亲或母亲持学生签证或旅游签证来港的学生 并不符合资格申请资助 申请人方面必须是申请资助学生的父亲或母亲 或根据香港法例第十三章 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下认可的监护人 一般来说 正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即纵援的家庭 应直接向社会福利署申请其子女 和就学有关的津贴 而无需向学资署申请 另一方面 就毅进民憑学费发环 和指定夜间成人教育课程资助计划的学费发环来说 纵援家庭申请人 可向学资署递交学费发环申请 申请家庭需通过入息审查 学资署采用调整后家庭收入机制进行入息审查 以评定申请人的资助资格和幅度 调整后家庭收入机制的计算方法为 家庭全年总收入 随以家庭成员人数加一 家庭全年总收入包括 申请人同期配偶的全年收入 与申请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百分之三十 以及亲友给予的遵作 家庭成员通常指申请人 申请人的配偶 与申请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 以及由申请人及或其配偶供养的父母 以至三人的单亲家庭 公式中随数的加一将会增加至加二 而零至三岁全日制幼儿中心学童的家庭 在申请学费减免时 除了必须通过入息审查外 也须通过社会需要审查 申请人只要满足有关社会需要准则的 其中一项或以上 就代表通过社会需要审查 有关准则包括父母双方在职及达到一定公事 申请学生的父母为长期病患者 申请学生来自单亲或大家庭 申请学生需要全日照顾 以及社工推荐的特别个案等 长程可以在职学署网页上的社会 需要审查表格里面看到 学资处会根据申请人的调整后家庭收入 平定他可获得的资助幅度 中小学程度的学生资助计划 设有存额或半额资助 学前学生资助计划的资助幅度 除了设有存额及半额资助外 也设有四分三额的幅度 各级资助幅度相应的调整后家庭收入上限 会按年作出调整 申请人需逐年为子女以电子或指盘方式申请资助 每个家庭只需递交一份申请 申请时序是这样的 中小学生资助的持续申请人 即是上一学年成功申请的申请人 包括成功申请学前学生资助 并有子女在新学年升读小一的申请人 会在每年约3月中起陆续收到 用来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开启御田电子表格的登入码 或指本、语印表格等申请文件 他们应尽快在5月底前递交申请 如果是在上一学年 只曾成功申请学前学生资助的持续申请人 就会在每年约5月起 陆续收到用来在 学资处电子通网页开启御田电子表格的登入码 或指本、语印表格等申请文件 他们应尽快在6月底前递交申请 新申请人方面 中小学生资助的新申请人 可以在每年5月起 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直接填写电子表格和递交申请 也可以在各文证资讯中心 和学校撒取申请文件 或者在职学处网页下载 并应尽快在5月底前递交申请 另外 学前学生资助的新申请人 就可以在每年7月起 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直接填写电子表格及递交申请 也可以在学校撒取申请文件 或在职学处网页下载 并尽快递交申请 长情可以参考学生资助计划 综合申请的申请指引 或职学处网页 学资处也有短片介绍 如何经网上填写和递交电子申请表格 以及如何填写子本申请表格 你可以在职学处网页找到相关短片 除了学前学生资助外 学资处在一般情况下 不会接受在申请学年3月1日 或以后递交的申请 对于特殊个案 学资处会按个别情况作出考虑 个别资助计划的截止申请日期 可以参考学生资助计划 综合申请的申请指引 或职学处网页 如对学资处的学生资助计划 有任何查询 可浏览职学处网页 或自电议线2802-2345 或讨计划的学生资助计划